我們今天很榮幸地做邀請到劇場界的 很重要的一位人物 重要大佬 鍾橋老師 鍾橋老師其實我們大家都認識李峰茂老師 就是鎖上的老師 早期跟90年代在做小劇場的時候 其實就跟李峰茂老師一起做過很多的 跑過很多地方 然後老師一直在做一些比較基層的這種劇場 就是李峰的跟劇場的關係 還有環境保護跟劇場的一個關係 所以老師的作品通常都要做很長的田野調查 深入地方 瞭解地方的傳統 然後再用劇場的方式跟地方做一個結合 是一個1990年代開始 1989年代開始用小劇場的一個形式 但是很根植在地方經營的一個劇團 所以之前才得了一個獎 對不對 那個去年還前年才得了一個獎 北市文化獎 北市文化獎 對老師一個終身的這個 對劇場投入用生命在經營這個劇場 這個東西的一個肯定 那老師這幾年長時間的一個作品 就是這個《回到李山》的這個作品 那我們這次就是特別請老師來介紹這個作品 因為這個作品跟劇場跟地景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也運用了一些儀式 尤其是等一下老師有可能會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跟我們知道的像鎮頭等等這樣的儀式 有一個結合跟轉化 那這個劇場在很多地方巡演 在日本、在台灣美濃等等都重新再做 我給大家看了很多文字資料 還有那個紀錄片 所以等一下大家請這個鍾巢老師做一下分享 以後大家可以做一些提問跟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鍾巢老師 鍾巢老師會先以影像跟我們做一下介紹 然後再仔細地用PPT介紹一下他的這個計畫 好 那我們先熱烈的歡迎鍾巢老師 謝謝大家 好 各位同學 就我是鍾巢、金、中、中、然後喬兩喬、沒有拇指盤 然後我的劇場叫拆式劇場 由拆的拆、四、情的四 然後是台灣三、就是苗栗三藝的客家人 好 那然後我今天大概就是因為 謝老師他希望透過這個課 因為這是一個宗教的一個課 然後因為他們看過這個演出的一些事情 影片吧 所以他希望我來和大家分享這一個 我們有關於這個李三這個演出 但是因為這個課的本身是宗教 所以我和大家先一開始的時候 我和大家講一下宗教和劇場的關係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影片 宗教和劇場是有了很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們大家學宗教 你們大概都知道 其實宗教得透過一件事情 來把這個宗教的具體的 想要表現的事情呈現出來 這個具體的事情就是儀式 儀式通常是一個行動 儀式通常有相信儀式的人的 信仰者的身體參與期間 然後他形成了一個儀式 所以這個儀式呢 就是當代的戲劇裡面 他在不斷的追究 這個儀式和劇場的關係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討論原因就是在於說 因為當代的戲劇 他已經漸漸的把觀眾和演員區分開來 然後把觀眾和演員區分開來 這件事情 就為什麼會被同情拿來討論 就是說 這一件事情有一個支配關係裡面 支配關係 這個支配關係就好像是 老師和學生 或是講演者和聽者 或者是 這一個學習者和教導者 這樣的一個啟蒙關係 這個啟蒙關係就把人和人的關係裡面 基本上區別開來 這個區別開來就是說 有人是指導的 有人是被指導的 那這一件事情在劇場裡面 他曾經 他一直出現 但是現在呢 大家想透過儀式性的東西 重新讓觀眾呢 從這個觀眾席裡面 能夠站起來 和舞台上發生的事情 產生對話關係 那這個是在儀式裡面發生的 所以大家學宗教 應該不難理解就是說 比如說在西方的 戴奧尼索斯的九神記裡面 因為或者說我們在台灣 如果你們有去過台灣原住民部落的 不管是阿美族的楓年記 或者是中烏族的麻雅士兵 有這些祭典 不管他是阿美族的 現在楓年記他是比較歡樂的 或是麻雅士兵是很神聖的 這些祭典裡面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貢獻 這個共同的貢獻也就是說 他是希望所有參加的人 所有去到的人都要參加 然後呢 這個譬如說你不是原住民 那他們本來在那邊跳 然後如果當你進入他們的 那個神聖場裡面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要漸漸融入他的狀態裡面 那在這裡面沒有誰是比較嚴格 誰是觀眾這個問題 那在西方也是一樣 那但是西方呢 我們開始的這個就是劇場呢 這件事情和亞里斯多德 有密切的關聯 然後呢 亞里斯多德的關聯就在於說呢 亞里斯多德有一個重要著作 叫做思學 思學裡面重要就在講他的劇場概念 那惡藥的說就是 亞里斯多德透過悲劇 去詮釋了這個西方的戲劇 那他詮釋這個西方戲劇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說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 他當時呢 他透過戲劇要詮釋的社會呢 就是這個雅典社會 那我們現在知道呢 雅典社會就是 現在西方政治上來說的話 也就是所謂的民主自由的象徵 因為雅典對他對於另外一個叫什麼 斯巴巴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的一些概念 但是呢 有人就會提出來對於亞里斯多德的批評 那批判的這個重要重點就在於說 亞里斯多德為了維護這個雅典的這個政治體制 所謂的民主的政治體制 他提出了對於這個悲劇的解釋 那因為呢 雅典的這個民主政治 是一個寡頭的民主政治 意思就是說 雖然他是一個民主政治 但是主要的這一個參與這個民主政治的人呢 是當時的精英 所謂的他是一個階級的社會 就是說帝王 然後貴族 然後庶民 然後奴隸 他是一個階級的社會 這個階級是不能被打破的 參與這個民主政治的人呢 是這些人的貴族 有投票權的這些貴族 而不是這些農民 也不是這些數 所以說這一個是當時雅典的民主政治的一個典範 那這個典範當然也就是現在的議會政治的典範 基本上事實上我們現在只是換了一個方式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所謂的少數的精英 精英的政治在替代多數人的這個宿敏政治 好 那我提出來這個重點 就是接下來的重點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 這個亞里斯多德就在思學裡面 他為了要維護這個雅典的民主政治 他就提出來這個戲劇 他有很大的功能 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那功能就是說呢 我們得透過這個戲劇裡面的悲淋與恐懼 這兩件事情讓觀眾進化 這個是我們講西方悲劇的 善討悲西方悲劇的重要的兩個概念 是從亞里斯多德那邊來 什麼叫悲淋呢 我舉這個希臘悲劇裡面 講這一個 譬如說 《蒂迪帕斯》《維利》 《蒂迪帕斯》 希臘悲劇所有的人物裡面 重要的希臘悲劇 或是到了後來的 甚至包括莎斯基亞的悲劇裡面 都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說 悲劇英雄都有一個flow 就是F-L-A-W 這個flow的意思就是說 弱點 那這個弱點 譬如說 伊里帕斯 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君王 他是一個非常主持正義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父親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具備了當時 在大時代所有男人的優秀的特質 但是他因為一個錯誤 所以就造成了他的很大的悲劇 先是木馬後來死亡 所有希臘悲劇幾乎都是這樣子 每一個就是這些英雄 男的或女的 他們都是因為有一個弱點 所以就造成他們 譬如說 《蒂迪帕斯》 他就是驕傲 因為他不聽那個祭司的話 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他經過一個地方 然後三隻腳 那個祭司向他講的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暗示他說 你不要從A層到B層去當你 你會遇上似乎練武的事情 但是他很驕傲 他覺得說 祭司算什麼 我還是要去 結果他就真正遇上似乎練武的事情 他就木馬 那這一件事情就是 透過這個思學的解釋 這一個亞歷斯多德要講 他可以讓觀眾一方面產生悲淋 那為什麼產生悲淋 因為你作為觀眾的話 你是隔著一個舞台 你有一個距離感在看演出 所以你看到 看到那個就是伊底帕斯 他受到苦難的時候 你會有引起你的悲淋 客觀上你的悲淋 然後呢 你另外一個基礎是恐懼 為什麼你會恐懼呢 因為你會想到另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像伊底帕斯這樣偉大的人 他有那麼美好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面 所有人都稱讚特質 只因為他驕傲 所以他會變成他會目瞞或死亡 那我 我作為一個小小的觀眾 我作為一個小小的一般的民眾 那我更不應該犯有任何的小小的錯誤 如果我和這個英雄一樣 有了這個小小的錯誤的話 那我的悲劇大概不止於他 千萬悲於他 因為我是一個很微小 那你們大家知道說 悲淋的恐懼 一個是恰好是隔著繼續看 一個是我介入了 這兩個機制呢 就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戲劇的進化效果 就是其實戲劇在希臘的時代裡面 就涵蓋了一種所謂透過進化來教化的效果 就是當時的雅典政治 這一些人 這一些政治體制的君王或是這一些貴族 他們需要透過一種文化藝術的方式 讓民眾覺得說 OK 我們先不要去採這個體制的地雷 我採到這個地雷的話 我可能會犯像悲劇一樣的 英雄一樣的大錯 那這個地雷是什麼 就是這個社會的階級 這一件事情 它是不能夠重新被打破的 所以這個是希臘時代的戲劇的產生 那我講了這麼多呢 透過亞里斯多德的思維 它主要就是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在希臘悲劇開始了以後 就有了觀眾和演員的區別 在希臘悲劇在亞里斯多德還沒有出現之前 是沒有這件事 是戴奧尼索斯的九神祭 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的 那這一件事情就區隔了 你們是觀眾 我是演員 你們是學生 我是老師 今天我在這邊負責說話 你們就負責聽就好了 你們不必來到這個場域裡面 想要和我討論什麼 OK 它大概就是在希臘的戲劇展開了以後 疑似就結束了 然後我今天會開始和大家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好 我們今天宗教和戲劇有關聯的地方 就是儀式 那今天的戲劇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這個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 德國有一個劇作家叫布萊希特 他已經提出來 那他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講戲劇界的哥白尼事件 透過的他呢 他希望觀眾能從觀眾席的裡面站起來 意思就是說 觀眾不再是被支配的 所以他覺得戲劇應該要恢復儀式 恢復宗教理念的儀式 好那恰是因為這個前提 我們就做了這個李善的這個戲 相關於他的精神、來源 我們只能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細緻的關係 所以我們用空口說白話 它只是一個概念 它不會比我們看影像更為主題 那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在我們從日本大地書記回來 然後在美農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各家電視台 有去那邊做一個採訪 等一下大家看到的這一個影片 是一個一般的 它是比較給一般人看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我在裡面有講的一些 這個事情的基本的來容去脈 它大約有二、三十分鐘吧 那大家先看了這個以後 我再用包裹你們來講它的來容去脈 你們就會比較知道它的一個整個背景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你們可以聽聽聽 客家話就是很美 你們可以聽聽聽 客家話就是很美 我想 經營養天一拜 給開啟我 學子 做結合跳蟲料 讓它提起人學的創作 有上來的美農 在各年前 生態門才師跳團 那美農 用沒有時候要順暢這樣的傳遜 那裡的長大陸標籍 做團分水庫有完的戲 一般也知道它開的美農 液體的溫度離散液的輸出 在你們做的都會面膜的輸出 也會每天有剩下的 也有面膜的菜池 不液體的輸出 這些高層對你們有用來的因應 去下的表現 美濃的土豆腐烤 六个一层 海风飘起 三岁大陆琴 沉沉的山丘爬 它在台湾标准备的工厅中 放在沟内 我們通常在做這個環節劇場的時候 我們會運用大波 然後它會有一個環節的採接 這個採接它不是家裡話 而是說它透過採接的方式 讓這一個社區的或是看戲的民眾 大家一開始就會有參與的 比總理負負負負責經營業期 拜托負負責的採訪後 斷負責公議內 分別推入採訪 跳廠投資的總票 如今發生的官僚 親愛媛媛媛代表演 做很多理財拿出負責 在過去的遺憾就是 把帳禮自己採掉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個陣頭 翻轉它一個新的意義 就是採踏土地 我們和土地監禁 同時把邪惡污染給採踏掉 請要開讓的 請先請 請請 指數 大臣 財司 扣負責 在過去 鄧民隆 在我們 中午 的 外國 我們 親愛媛 今天 總廠 做不認 在這 進了社區 所以它會知道 包括農民 土地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相互民視 相互對話 然後相互學習的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形成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不類港鐵 其那種年後 通知朋友采拔後 強化產家表現 其中三年 挑戰是由一龍拜 技巧合技能的進展 要不要參加 鑽兜旅餐的音樂 TPM朋友 講這個表現 不等後 今天就要去那組 正正正正的驚人視乎 從回到醫生的主席 在那裡說的 不類港鐵 也只是說買電影 都會有問題 所以才做一個 轉變的時間 只有一個 可以使用 我覺得這樣 是把我自己的生命呈現 我們帶來參與的藝術 還有 也要操練 操練的 就要操練的 還有用我們的力 還有 這過程中 我們的故事 去處理的故事 其實 其實我們處理很難 我們很難看 你怎麼依賴 是否才要主要 讓我看我比一比 我觀眾 我都操練 原來的電影在黑暗時 也看到 許多人 因此患了癌症 必須死去 很不錯的是 今天是為了 雍池亞順帶著楊月領 六年無控制 去看到家庭家庭的土地 輸出了一輩子 及台穿水路 為何保衛鑽台土地的關押 去將內施基金走道 雍池亞的文化被改造 在學院的優勳 被創作的美術家 在日本的表現當中 是幾個年內就要走去 要用美濃 能看到的一種 世紀的變化 比如春天就我就做那個冒出那個雅甸 然後夏天的話就火焰 秋天的話 因為秋收嘛 秋收的話就是一般 那個注意看頭褲那邊有個金黃稻碎 它是下垂的 冬天它是 它的頭褲就做一個奧頂的這樣子 就用來冷液涵就來皺出來 是按照自己創作的意思帶進來 然後跟村民溝通 然後跟居民溝通 跟他們聊天 然後看他們這邊有什麼故事 然後慢慢慢慢從自己帶作品進來 一直到隔一年了解這邊的人事物 然後再慢慢從這邊長出一些作品 然後一直一直不斷地輾轉到了今年 變成在說這邊的故事 我們在這家經驗的社會經驗 當這家的感動和演入後 由醫生俗到日本水月來梁 怕得後總要的演藥 最不夠留同東西 一位最多的最多才在 啊啊啊 是祭師的角色 祭師的角色在裡面是 跟連接天地人的對話 就是在角色裡面承認 那實質的劇場裡面的操作 事實上不會是一個樣子的位置 可是我是連接導演跟表演者 我會不早途跡的帶領大家 進入一種比較非日常的狀態 所以他們只要進入那個狀態 然後做他們自己 其實就滿足合分的表演 出了 Dit打蛋 竹冋滨 指定 雖然對牡夫人的表演綜合 以牡夫人的表演模式 可以島翻鍵奏爾他整套目的營業 目前最重要是 天氣部分同的版國標準 都會比捷牡夫人的住宅表演 在那邊對 epidemi違反 e 把 ugly 而被打看起來 我們在 практи導演到 所受μα的比電 的挑戰性跟它的趣味都很強 也會 其實最讓人家回味的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不一樣場地 一個是活動中心外面的草原 一個是神社外面的場地 然後一個就是林順宏老師的作品 就山林裡面的一個舞台 然後一個是廢棄的游泳城 那以及今天要演出的地方 就是一個一個wired的大草原 這個作品是一個環境劇場的概念 我們都在不同的室外的空間演出 所以我們每次演出 其實都要面對不同的環境條件 然後去即時的去調整我們的走位 然後身體的生計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在家鄉水戶的建設 像惡夢般來世 吹石河川 吹石兩天 吹石黃金醉 切斷人間水的期待 被搶走的水 又拿去給工業使用 明朗比中中的份聚庫 一位副標記 明朗期台北周年 支援整台北部的館 鴻林秀門州 將同年來明朗 明治治第三中一 無所準確 俄羅斯州台北京的設計 當我們講到理善的時候 它是一個核大自然 和這個山和水 有一種和諧的關係 對話關係 那通常這樣的場域 它會發生在一個淺山的地方 所以美濃這一個 在自然的環境上面 它適合適合發展這種理善的文化 表面的可能就是說 雖然適合某個地址 什麼的環境抗爭的需求 但那就是說 表面開始說 從來的有什麼統計 還是輸到公司 就要再補充其來的污染 其實要怕PM2.5 或者有統計五樣的事情 已經變成了全台灣的問題 雖然其實 從領延的某條件 其實提倡的那些 也就是說 成三位隊的館生 orphanaj 中國核衛團 第二島 教掣的文化 watershook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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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 雅朝地遺漏 就是時間和空間 就是你怎樣把戲劇的時間 放進地形藝術的空間 越生越好 越生越好 大家的全民在天空間 人家的教授 這件事跟阿平主任 要把第一台電影師機 去做一輪的電影創作 是一件指甲 我跟腳先進去 他都民要請他不去 我們是有保階的保障的 去拿到達到達到 老企家就要請教 留下內感受土地的溫度 在月27有 雅安村的作品元素 也可以一部分 可以在那邊展現的話 那連結性會更強 那後來是今天 到鍾麗兒先生的紀念館 透過鍾法師的一個解說 就是他的第三農場 然後 如果小時候 跟他爸爸去尋散這件事情 那尋散就是腳印 就是踩下去的時候 那個泥土是軟的 然後就濕濕的 然後踩下去 就陷下去感覺很好的 對啊 就是我會跟同學 就在舔你這樣 這不是第一次 那個留下腳印 這算是很多次了 然後踩下去泥土的感覺 感覺很很快 很舒服 能力啊 珠惜 耶 現在又這樣 掛爺 鑑爺 鑑爺 重重的鑄體 一般照 這掛爺 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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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沈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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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舍 可以在那邊開打 撞到第三 因為青蛙是代表那種 反義眼 然後另外一個是開路 日語來講就是回來 然後回到第三就是開路 就 沈鑑爺 開得苦 就開路 就是開路 那開路的翻譯 這兩個意思是青蛙 應該是回家的意思 所以我就把這個青蛙 就是 在那邊開路 有幾個女孩表演 希望 能做一點的 故事 的女孩 跟我們 做一個吉敗 希望 可以表演 做得更順利 另一本 演出國後 全都台灣的 條位長表現 隨過的演出台詞 有一個 小聲音 有一個緊張 和今天劈劈 要不要 做日本 普通經營演技的演出 將一般 做日本 做日本 演出 工作夥伴 在 工作夥伴 在 手指使用 一致 生 花了 十天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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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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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就 和大家 做一些 背景的介紹 剛看完這一個影片 然後 這個影片 大家 主要是 介紹這一個 我們怎麼樣 再 回到美濃 做這個表演 它的一個過程 是 因為我們這一個 整個計畫 它要 它是 它是 去參加這個 日本的一個 大地數計 要我來操作嗎 可以嗎 可以 然後呢 就是我和大家 簡單做一下 講一下這個大地數計 這個大地數計 這個大地數計 2015了 大概每三年一次 然後今年最近 在夏天的時候 又要開始 然後它幾乎是2015年以後 它在台灣變成 突然間變得非常的 知名度很高 然後 其實它從2000年開始 它就有了這一個藝術界 在日本的月後期 有這個地方 然後它會 它會 在2000年以後 在世界上突然間變得非常有名 它有一個重要重點 大概就是說 我們一般所了解的藝術界 或者舉例來說 譬如說在歐洲 就是亞維農戲劇節 那這個亞維農戲劇節 它是一個古堡裡面 那它也很有名 但是呢 它主要就是說 譬如說 它在這個裡面有 這個小的古堡裡面 它非所謂的 所謂的比較小的劇場的演出 就會有一千個 然後呢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以前去演出的時候 在一個很小的古堡裡面 亞維農 然後你每天從早上九點半 就是演到深夜十二點半 每一個很小的劇場 都有人在演 OK 所以它變成了一個所謂的 我剛才講 就是它裡面就有一千個劇場在那邊演 所以它變成了一個 譬如說 像亞維農、艾丁堡 他們都變成了一個戲劇的盛會 但這個戲劇的盛會呢 主要的目的是以這個演出作為前提 那這個大地藝術劇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地景藝術 然後它這個地景藝術呢 它和其他的藝術品不一樣 就是它是有主張的 然後它的主張和現代世界 因為幾乎全球現在 你各個階層的人 然後從老到少 全部都會關注 這是環保的事情 那環保的事情幾乎已經變成全球化的一個 另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當然和地球暖化有很大關聯 你去到世界上的那個地區 你從紐約到巴西的一個貧民窟 所有人都沒有人不受這個地球暖化的影響 你去到這一個東京 然後到了這個法國的邊界的納米也一樣 所以環境變成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以當他們在這個大地藝術劇裡面呢 他就提出了環境的這一個重要的議題 他們的藝術劇有這個重要的背景 然後這個重要的背景呢 因為有這個重要的背景開始 所以背後就有故事 這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故事就是 正是一個開幕式嘛 然後這個故事就是說 大地書記呢 是在日本西北地區 然後這個西北地區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月後七友這個地方 然後月後七友這個地方呢 就是川東康英城他在寫那個水國這個小說 然後呢 他的水國這個小說就是說 他那個愛情故事是從這一個男主角 他們穿越了一個山洞以後 然後就進入另一個水國的地方 在東天的時候下大雪 那這恰恰恰恰恰恰 你們剛剛在螢幕上看到的這個地方 它叫做月後七友 就是越南的月 後面的後 然後七子 夫妻的七友 那這個重要的重點就是 會有這個名字的原因是因為 以前呢 這個地方就是山的後面 越後山的後面 然後七友呢 我們本來以為說去到那邊的人 農民都會娶到妻子 其實不然呢 他是因為在戰亂的時候 男人到那邊去的時候 他們渴望能夠成家 所以他們希望有妻子 所以他的名字叫月後七友 所以這個四個字很連結起來 好像很浪漫 其實不然 因為他就是世界人 可以說日本的 在過去戰國時代 他們日本社會的盡頭 難民都會戰爭 以後的難民都會跑到這裡來 那這個地方就有談到一個故事 他以前是一個社會的盡人 然後在當代社會裡面 大概大約在日本戰後以後 二戰以後透過美國的關係 在亞洲扶持日本的經濟復甦 這大家都知道 其中的原因當然就是為了 美國為了在亞洲 重新建構一個冷戰防線 藉以圍堵這個共產主義 那從日本 北到日本 然後譬如說到台灣 到沖繩 到菲律賓 到泰國 整個有一個所謂的第一島鏈 的這個冷戰防線 為了對抗中共 為了對抗蘇聯 為了對抗赤華北韓 那日本就是當時 美國在亞洲的代表 美國呢 譬如說為什麼天皇沒有被 正式像納稅一樣被送上法庭呢 至少和麥克阿瑟很大的關聯 和麥克阿瑟很大的關聯 等於美國的政府就是說 因為他在亞洲要防控的關係 他得再扶持一個政府 那這個扶持的政府就是 他本來的敵人 二戰的時候的敵人 恰好就是日本 然後日本就在這個條件下 開始經濟復甦 所以他很快的呢 從二戰以後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到了七零年代呢 就大家所看到的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經歷過的八九零年代 舉例來說大家現在知道 看到的過去十年 大家看到中國大陸 他有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所謂的資本在城市裡面發達 然後呢 所有人開始放棄農村 在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例子就是 台灣在七零年代的時候 那個加工出口經濟開始發達了以後 所有人都 因為那時候的政策就是 福祉工業、犧牲農業 簡單講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農民要透過耕種 你不肯養活自己 這是一個非常否刺的事情 農民連要透過土地耕作 你賣的稻米都沒辦法養成你 養活你自己 這不是一個 這是本末導致嗎 那本末導致呢 這個所謂的贊成這樣體制的人 就說這個要市場決定 然後市場決定就變成一個神話 這個我們很熟悉的資本主義體制 好 然後在這個整個資本主義體制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城鄉差距 農村要放棄 大家要跑到城市去 然後日本在七零年代的時候 它這個狀態比台灣更加的嚴重 更加的加劇 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是 日本戰後的經濟呢 是透過和國家介入非常多 因為它要從戰後以後 它要復甦嘛 那它要復甦的狀態底下 也因為它要復甦 所以全民投入經濟 全民投入經濟又有一種戰爭的失敗感 這時候國家很容易介入 就是Carbon那一種政策 就是希望整個的這種所謂的經濟發展 整個所謂的市場經濟 那在這個前提下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農村裡面的人 就往東京移動 這個是一個非常劇烈的七零年代日本的一個故事 舉例來說在東京的很多地方 本來在現在的那一個叫什麼地方 就很熱鬧的地方 它本來是有河流的 現在都在七零年代的時候 多把它填起來 然後為了要讓都市化的神話能夠出現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又要騎有這個地方呢 就在七零年代的時候 它留下了非常多的這個農社會 它留下了非常多的這個廢棄的小學 它留下了非常多的廢棄的農田 但是這個地方呢 它的整個自然條件和土地的這個豐富性 是日本很少有的地方 所以恰是這樣呢 所以在兩千年 所以在兩千年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現在在這個東京的這個 這個最右邊的這個人 叫做秉川富郎 坐著那個穿白色的 他就是日本大地藝術紀的這個策展 他就 因為他是這個月後期有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覺得兩千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 他本來是一個藝術的策展人 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說我的家鄉呢 從一九七零年代一直翻會 到現在已經三四十年 那裡面有很多的農田 很多的老去的農社 很多廢棄的小學 為什麼這些地方不會 不能夠成為一個藝術的 所謂的藝術的展覽的區域呢 他就這樣想這個事 然後他這樣想這個事 他就很天真的回去他的家鄉 然後他就說 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覺得他如果要做這件事 他應該和農民商量 因為他想要在農田上 因為我們以前想要參觀什麼美術 展覽、博物館 我們都會走進一個室內的空間 但是他覺得大自然就是一個展場 這個是非常創舉的由他開始 然後呢 他也有一個非常創意的地方 就是說 他覺得藝術家應該和農民一起工作和學習 那這個是很可貴的 所以他就辦了兩千場的說明會 有些時候可能只有三五個農民 有些時候有三五十個農民 有些時候有三五百個農民 然後他在他的家鄉 這個整個大地數據的範圍很廣 要翻山越嶺 然後他去各個村莊和大家講他的理念 而且他要把藝術家引進來 然後和農民一起工作 當然這個事情他受到了大的困難 就是很多農民想到藝術家就覺得說 這些藝術家就是晚上都要烤火會喝酒的 然後我們本來生活很好 他們會來干擾我們生活的 一般人 農民對藝術家的概念是這樣 大概也沒錯 但是他就說服了他們 然後他說服了他們以後呢 他就從兩千年開始 他應該是九八年多過兩年的時間 然後他就開始辦這個大地數據 他開始的時候是自己弄 然後也沒有很大的迴響 但是他辦了兩三屆以後 就開始非常大的迴響 因為他主要就是這些藝術家 譬如說他希望藝術家到這個農村去了以後 都要先去填調、註點、採訪、 鑄在農舍裡面 然後做他們藝術創作的聯想 所以你們如果有去大地數據的話 你們像今年大概七月會再展開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 非常值得 一方面你會覺得是一個美感的地方 但是二方面也值得你很多的反思 那個一個作品 舉例來說這個就是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就是蘇二的一個藝術家 他們一對夫妻 然後他們 他們在蘇二本來就是在農村裡面 在做一些藝術 然後他們被受邀到這個大地數據去 然後他們因為所有的藝術家都要去那邊勘場 勘場了以後呢 你要決定你要在哪一個地方做什麼藝術 然後這一對夫妻呢 他們在勘場看了很久 他們都沒有決定 所以大概在那邊繞了一整個下午三四點鐘 三四個小時以後 他們決定返回那個東京 因為他們都沒有找到 然後他們就在返回東京的時候呢 這一個地方呢 就是整個大地數據的一個 叫做農物海 農民的一個對面的一個梯田的地方 然後這個你們現在的位置呢 這裡就是火車站 然後他就就站 他們夫妻就站在那邊呢 他們就打算要回家 然後呢 最後的這一個 這個日本的這個車站就問他 你有沒有決定 他說沒有耶 然後他們在等火車 因為鄉家的統車要很久才來 他們就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差不多半小時以後呢 突然間這一位藝術這個男生 就告訴那個車站人說 欸 我想在這裡做這樣 他說你要在哪裡做 就這裡 就這個農田 他說你要在這個農田做 做什麼 他就說我要做這個春夏秋 就是春耕夏雲秋秋收東長 有沒有看到四個喔 春夏秋冬馬對不對 春耕夏雲秋收東長 然後呢 和詩結合這樣 四季和詩結合的一個藝術作品 那我要用這一個土地 我想要把這個展示放在這個土地上 那這裡面就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藝術家必須和這個農民討論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農民他已經年紀大了 他就不想耕作了 然後那個舔是廢棄的 然後這一個藝術家就去和他討論 然後大約用了很久的時間 數次的拜訪以後 這個農民就勉強答應 然後他就在這邊做這個藝術作品 沒想到他在這邊做了藝術作品以後呢 因為他做了藝術作品去的人呢 不會覺得說這一個藝術作品干擾了這些農田 反而讓這個農田非常欣欣向榮 所以就鼓勵了這個老農民他重新再去種田 所以他就開始用回去種田 因為他覺得怎麼有這麼多的人喜歡到我的田裡面呢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很多的人喜歡到我的農田裡面來 然後他因為有這個藝術作品 那很多的人希望到我的農田 那我應該種一些地讓他們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典型的案例 大第一書記 透過這個來介紹最典型 然後這邊就講得多了一點 譬如說我會去講到犧牲體系的事情 我會去講到這一個怎麼樣把階級運動回歸生活的事情 我們會講到這個反韓革命 是日本的怎麼樣在市民社會裡面的消費運動 教會者運動的事情 我們會去講到禮商倡議 好 那這個裡面其實有一個惡要的重點 就是基本上這個 我們去到日本大地書記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禮商 這個兩個字出現 然後這個禮商就是 禮就是禮人唯美那個解釋 最容易解釋 因為禮人唯美這個孔子這個解釋 那個禮是供詞的 那禮人 你和人呢 作為鄰居的時候 你就是美 這個是非常有哲學 就是其實很美好的一個境界 所以這個禮商呢 事實上就是禮 你和山為禮 你就是一個很好的生活 那這一件事情當然它有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本來人和山一起生活 那就是人本來的一個很美好的生活的狀態 但是因為我們的現代化的關係 都市化的關係 然後我們的環境破壞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這個禮商呢 都把它破壞掉 所以呢 這個北川日本呢 這個北川後來他們就重新提議這個禮商了 所以日本它有這個satoyama 還有sato什麼 就是禮山禮海 就是和山為林和海為林 然後禮山所指的就是淺山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通常它有自然生態 通常呢 它有人在人在那邊生活 通常它還有生產 有這個三個元素呢 我們稱之為禮山 所以它並不是黃石公園 譬如說黃石公園的話 是沒有人會在那邊生產 也沒有人會在那邊生產 雖然它有生態保護 所以說呢 這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禮山不是自然的公園 而是它有涵蓋這三個元素 那這個三個元素呢 就是月月後期有的 如果那邊的老農民 他們繼續耕作的話 我舉剛剛那個例子 就是生活 它很生產 然後它也有生態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加入藝術 然後就變成禮山的藝術 那因為這個禮山的倡議呢 它和環境保護有很大的關聯 它在兩千年以後 它就變成了這一個 這一個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就Ionesco 它的一個倡議 它的倡議就是 對抗 我們現在對抗地球的話 應該從體禮山 讓人們怎麼樣回去這個生態 生活生產的地方 去思考我們怎樣破壞大自然 所以在這個同時呢 也就是我們會想到 這個是另一種緩慢的革命 我們會想到呢 這是一種消費者的運動 就是我們在消費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想到 我們去消費這個 這個主義來說 現在很倡議很流行的 就是我們的飲食怎麼樣 讓我們的飲食更健康更環保 這些事情 那吃生和消費者運動有關係 好 那相關於這個犧牲體系 這個我們就再說 然後 好 那接下來就是藝術 然後藝術怎麼樣和李三連結 所以藝術和李三連結的時候 藝術已經不再是藝術家的自己創作 而是它要和在地的生活 和生產產生這個友善環境的關係 這個友善環境這個在台灣現在 非常非常流行 大家看透過電視 透過文創 透過環境社區等一種倡議 都會看到這個友善環境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前提 因為我們要進入這樣的 我們進入這個友善環境的環節的時候 我們去藝術創作 我們的藝術創作 就不只是藝術家本身的藝術而已 那回到李三的這一個演出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就去到了日本 然後因為去到日本呢 我們就會想 我們如何去到日本 我們怎麼樣進到日本 然後我剛剛有介紹了李三 我也介紹了就是說 藝術家要和社區連結 這個是他們在大地樹季的一個主張 當然大地樹季它比較多是所謂的地景藝術 像大家看到的那個恩國藝術家 但是我們這個是所謂的劇場就是一個 如果地景藝術是一個空間藝術 我們劇場大概就是把時間介入空間的另一種藝術 但是我那時候想到的就是我們如果要去用這個李三呢 做一個去大地樹季的事情 我們應該在台灣找一個社區 然後這個社區呢 我講到就是這個社區應該和這個在台灣呢 它從事環境運動有一切關聯 就我知道了就是我在1990年代的時候 那我就有機會去到美農參與 當時呢美農我的朋友呢 他們返鄉以後 他們一方面做社區工作 二方面呢 他們發現呢 原來他們的家鄉呢 即將要有人來蓋水庫 然後他們開始去研究個議題 就是水庫呢對於生態的破壞 所以就在90年代的時候呢 美農開始掀起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呢就反水庫的運動 那這個反水庫的運動呢 就在一個叫黃蝶翠谷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黃蝶翠谷這個地方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影片 這類似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現在有很多的 美農都會舉辦黃蝶祭 因為黃蝶翠這個地方 種了很多的鐵刀木 日本人呢 這個鐵刀木是為了來做槍托的 或是因為它很硬 或者做那個鐵路的枕木 那他們那個時候 日本在這邊種這些木頭 但是呢 它會吸引來很多的 只有這個鐵刀木呢 會吸引來很多的黃蝶 它就變成一個生態保護的區域 那如果那時候90年代蓋了水庫 這個地方就完全會消失掉 那當然它會破壞地景 第二個就是說 兩三年前台南有一個大地震 它的震央在這裡 黃蝶翠谷這裡 所以如果那時候蓋了水庫的話 現在的災難 我想美濃大概整個被淹掉 這非常有可能 這不是鐵刀木 好 那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和朋友在那邊做了 反水庫運動 然後反水庫運動的時候呢 我們在那邊的一個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在美濃的反水庫運動 然後就連結了社區的力量 那連結社區的力量 我們就去那邊做了一個演出 就是和水庫有關的 一個墨西克的純說 然後呢 那一件事情就讓我想到說 好,我現在如果我們再去大地震夕的話 我們應該要找 過去的那一個水庫的故事 但是用另一個版本 來到大地震夕去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找到了 這一個美濃作為一個社區 然後呢 我們把這一個傳說呢 相關於這個環境保護的水的傳說 放進這一個故事裡面 放進這個故事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呢 要去找到的元素 第一,我們在劇場裡面 要找到的元素 那是演員 就是人 大家看到這個戲劇裡面 總共有七個人在表演 二、四、六、七 七個人在表演 然後這個七人在表演裡面呢 專業演員、專業演員、專業演員 三個人 三個人是專業演員 這個人是藝術總監 然後這四個人呢 是在地人 以及非專業演員 然後這三個人 然後這四個人呢 是在地人 以及非專業演員 這兩位是在地 然後這兩個是非專業演員 就是他們是有機農民 然後我們 但是他們是在地人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元素呢 湊起來 這個湊起來 就是我們希望它不只是一個 為表演員表演的元素 它能夠讓藝術家去到美濃 去理解這一個禮山 美濃如果是一個禮山的話 它是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好 那這個第一個是演員 那第二個呢 它就會涉及到說 演員要運用身體 然後演員要運用身體的時候呢 就和今天大家的這一個學習的大關聯 就是我們的很多的 比如說剛剛謝老師有講到 在李豐茂和我們在秋七年 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初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台灣做了很多的劇場呢 就是希望去發掘台灣民間廟會的身體 從民間廟會的身體裡面 去發展我們身體的元素 那這裡面呢 就有一個身體的元素呢 它叫做這個骨花症 骨花症 然後骨花症呢 骨花症的這個身體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身體元素 我和大家做一個這一個 譬如說骨花症 骨花症 首先我們談身體 然後談了身體後 我們再來談它的陣頭 譬如說在台灣的民間廟會裡面 它通常會有生田陣頭 譬如說你們如果去參加八家家也一樣 它有身體呢 然後它會有陣頭 然後我們在做這一種 譬如說台灣民間廟會的練習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聯想起 譬如說 舉例來說 如果你們有練習 你們有學過一些太極的話 它就是非常東方的身體 然後這個東方的身體呢 在中國大陸、在台灣、日本、或在亞洲 它也有一個通通性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們如果學太極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一定是要蹲 就是我們要蹲所謂蹲馬 對不對 然後我們蹲馬步的時候 我們開始的時候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們往下蹲的時候 我們和學生做 譬如說做一些 在台電場練習的時候 那我們要大家蹲 然後蹲的時候呢 你會透過蹲 你會輕輕專注 那它們面積太極也是一樣 然後蹲的時候 你就是 第一個就是你 你兩腳與肩同寬 然後呢 你的肩膀放鬆 你的脊椎要挺直 然後你掩飾前方 那這個都是外在的 然後內在的呢 你首先呢 你要去想 你有一條線 它好像拉住你 然後它讓你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你的整個身體的感覺 適合這個空天產生觀念 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一件事情 它有一些精神性 那你的 就你的主軸 你身體的主軸 不再是這種主軸 你的身體的主軸 是它有一個 你看天連結的主軸 這個東方或中國的這個 這個宗教裡面講 這是天地人 對不對 最簡單就是天地人 然後這個天 然後天 接下來就是地 然後地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和 我們用現在的方式和演員 或是他一般人講 就是你如果你有去 早上去公園裡面練太極 老師一定會和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蹲馬步的時候 你要換重心 換重心是什麼 譬如說我現在這樣的重心是什麼 在哪裡 我現在這樣 我站著這樣子的重心 我重心再修討 對不對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們看西方的舞蹈 它們非常多的事情是 就是它不斷地 我怎麼樣透過我的身體 不斷地和天 我伸展我的那一個無限性是美 你看到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 希臘的繪畫 或者現代舞 種種你會看到它的身體 你如果和天能夠競爭的話 那是它的重點 但是你看到東方的身體 你不管是從什麼去到東南亞 你去到日本的什麼舞蹈 你去到中國大陸的太極 到台灣的民間廟會 它的身體是這個 它的身體是這個 它算土地 地 所以這個是天 這個是地 是透過人去連結 這裡面 我現在站著這四個事情 就有宗教 這是儀式的開始 其實古花正 就是從這個個人的儀式開始 然後它有諸多的正式 譬如說我們怎麼樣 我們通過我們身體這樣的時候 我們舉例來說 譬如說 好 我現在第一個動作可能是 就是我們稱之為是在彈跳 這是古花正的一開始的練習 但是我是 我透過這個很簡單的 只是 但是我要不斷地測試 我的重心在當地 然後我這個看 你們如果自己有刺的話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震動在這裡 如果你下來 然後你嘗試換你的重心 這個你要很明確地知道自己的重心 然後你覺得你的彈跳狀態在這裡 你要自己意識到 好 那接下來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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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間廟會裡面更明顯的 就是彩踏 彩踏就是 譬如說 我們剛剛只有彈 現在是 這個是彩踏 然後你們再來可以練習一下 譬如說 這個是跳 你覺得重心在哪裡 有個跳 但是我現在要踩 很明顯不一樣 雖然我都是相同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避免大家睡著 接你們一下 好 大家現在 我們第一個 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跳 然後我們現在一般站著 然後我們站著的時候 我們的重心在這裡 真的很自然 我們可以先 我們在跳的時候 我們先做第一個 第一個練習大概就是 對 然後我們會覺得 症倒都在這裡 這是很牽出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蹲馬步 兩腳已經同寬 膝蓋為彎 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 脊椎要體質 check一下你體質 對 要站在地點 對 好 脊椎要體質 我不要往後勤 讓自己放 再往前 不要往後勤 然後check一下肩膀放爽 對 然後眼視前方 好 當我們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去check 剛剛那個天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想像 我們有一條紅線 然後我們拉 但是有彈性 然後我們要想像 我們和天連結 就有一條線拉著我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的重心 是在這裡 那我們怎麼樣check 我們的重心呢 其實最容易的事情就是 舉例來說 譬如說通過呼吸 就是說你吸氣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你的 你的丹田鼓起來 而不是這裡 等一下你可以這樣子的時候 你呼吸的時候 你和這樣子的東西 你會不一樣 我們現在一次 蹲馬步的時候 你把手放在你的丹田 丹田不是肚脊 肚脊下面才是丹田 肚脊上面是肚子 你吸氣 吸氣用鼻子吐進嘴巴 吸氣吸多一點 然後進去的時候 你覺得這裡鼓起來 然後hold住的時候呢 吐氣的時候 進吐出來 這樣子 好 準備 吸氣 吐氣 我在吸氣 在吐氣的時候呢 請你們去注意一下 你們是不是有感覺到這裡 就是明顯地鼓起來 好 吸氣 好 現在吐氣 吐氣用嘴巴 總共做三次 你很明顯地自己做 然後很明顯地你感覺到 你的呼吸 你的丹田鼓起來 然後又 好 謝謝大家 有體驗到了 請提示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會開始 比如說 我們做了這件事以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怎麼樣踩踏 比如說踩踏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現在跳 我們現在的時候 不是往上跳 我們的意念 不斷地讓我們的丹田光下 大家試試看 好 這是跳 這個明顯是跳 重型在這裡 比如說 這個是跳 但是我的意念 不斷地的意念 是我要往下 這個接近對不對 不要太快了 好 因為你這樣轉 右邊跳 你自己其實自己可以感受到 對對對 有一點跳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從這一個身體開始 就和大家講到的感化症 所以這古花症呢 這一個 這一個古花症呢 它這個 這一個身體呢 它就是一個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 踩踏是它的最根本 那為什麼會有踩踏呢 因為以前在清朝 明清的時候 移民社會的時候 台灣有多藏力之欺 那藏力之欺就是 有多瘟疫啊 然後農民他們在耕種的時候 他們透過他們儀式性的舞蹈 就是這個儀式呢 它既是一個劇場 其實台灣的民間廟會的標 比如說啦 比如說民間廟會的劇場 它最典型的事情就是說 它不一定演給人看 一方面它也演給人看 其實他們不太在意 原因在於說 因為它主要是演給神看 那這個劇場作為一種儀式來與神 這件事情 它就是整個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呢 這一個踩踏這件事情就是說 它要透過這樣的一個身體 把這個瘟疫踩踏掉 那如果我們引伸到我們現在的心機裡面 我們就是要透過這個身體呢 把現在這一個 譬如說地球暖化啊 譬如說這個黑心食品啊 譬如說這個化學的這種汙染啊 農業汙染啊 工業汙染啊 這一些東西呢 把它這個去除掉 那稱之為我們的這一個古花症的採踏身體 但是呢 就是劇場和儀式相同的地方 儀式一定要透過一個身體 把人的宗教的那一個心願 心理表達出來 譬如說在西方 在基督教裡面就是你要上教堂嘛 對不對 那所有人都上教堂 經過了一個唱詩的儀式 經過一個什麼牧師的說話 其實那個都是大家在那個空間裡面的 那個就是一個儀式 然後在東方的宗教或是民間的生活也是一樣 因為儀式就是要把這一個 你內心的意願給通過身體行動呈現出來 那這個事情和戲劇是很接近 然後在古花症裡面呢 他的儀式就是他怎麼樣把這個身體呈現出來 簡單說就是天原地方呢 譬如說在古花症裡面就是七個人 然後七個人呢 譬如說呢 我們現在七個人就是 他的陣頭呢 他要形成個陣頭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透過一個空間 譬如說這個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這個空間 這個這一個呢 四個空間 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一般在搞劇場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要去規範一個這個空間 然後大家知道就是說 你今天的劇院裡頭 通常你會看到一個舞台 舞台和你觀眾喜不喜歡分開來 這個事情和我一開始時候講 希臘的另一個 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戲劇的概念有關 但是這個 在這個戲劇開始之前的儀式呢 是沒有這種舞台的 舞台是因為人在空間裡面設定 那台灣民間廟會的古花鎮也一樣 而且這個古花鎮呢 他和整個的信仰就是很大的關聯 譬如說他總共有七個人 那這裡面呢 我剛剛擺的這個出來 就這個有四個人 四個人呢 中間有三個人 然後呢 這個 這一個呢 就變成天園地方的概念 那天園地方呢 譬如說這個 那個四個人 這個就是春夏秋冬 然後這個是方 在中國的那一個神話裡面 譬如說這個女娲的那個神話裡面 那個她去 女娲去拯救那一個人類就是 她去拯救人類就是 她通過 因為共工 她把有一個柱子給打壞掉 那個神話裡面 所以在中國的概念裡面 地是方的 那女娲就是要去方 幫共工把那個柱子給拯救回來 對不對 然後天是圓的 所以中間這三個人呢 譬如說 你在古花站裡面 你就會看到 中間這三個人 第一 這一個人呢 她是那一個敲骨盆 然後這個 前後兩個人拿那個 有點像那個黃子 那個傘 然後這個 這一個呢 這個會 這個拿骨盆會轉 她轉的時候 她是這樣轉 順時鐘轉 這個兩個人會轉 就這個拿賞才能轉 他們有一個基本步伐 也是踩她 那她轉 她轉的時候 這四個人要轉 那這個就非常有意思了 所以說我們如果呢 地呢 沒有事蹟的話 人能不能生存 當然生存吧 當然也會 也有這種地方 但是應該就會很辛苦 那就 但是呢 就是說 她就是在講說這個世紀 這個是世紀 然後這個呢 就是天 天轉的時候地轉 然後地轉的時候 也驅動天轉 那所以七個人 就變成了古花站 所以這個非常有 非常有很深刻的 這種土地的概念 還有天地的概念 那我們的七個人 是透過這個 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概念 去有這個七個人 這個西 但是我們當然 在後來我們已經不做這件事情 它的原始概念來自這裡 那你想想看 這個剛剛我們的紀錄片裡面 這個農民 他就去設計了四個 四個稻草人 因為他是稻草藝術家 我們就請他設計 春夏秋冬四個稻草人 然後就形成了我們這一個戲 在空間裡面 所以當我們去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我們只要去形成這個春夏秋冬 我們就能表演 我們需要一個廣場 它是夠形成春夏秋冬 我們就會在裡面表演 然後觀眾 他不會因為這個舞台不足 不是非常具體而受到影響 他可以了解 這個定位不會很困難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比如說呢 因為我們和社區連結 社區連結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和社區當地的儀式或宗教連結 那這個連結的狀況就很簡單 就是說 比如說在美農呢 在我們客家的美農 就是它有一個重要的信仰 叫伯公 伯公信仰 和那個你們後來 比如說現在的土地公的信仰 它有一些更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比如說如果 如果這件事情現在還在美農 它還存在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做美農 做田調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譬如說現在在美農 你還可以看到很多的石 就是他們的那個伯公的這個 這個池裡面就是一個大樹 大樹底下就是一個石頭 然後一個石頭呢 它有一個類似像墓園一樣的一個裝置 那那個墓園的裝置就是 依這個各家的信仰 大概就是 所謂的山和水的這個概念下 風水的概念下 然後在那邊祭拜的就是伯公 那伯公就是石頭 那石頭呢 就是後來的土地公 所以還這個梵林信仰 它還沒有變成一個 那一個具體的偶像之前 它是石頭 那它是很接近泛民信仰 你們知道吧 對不對 原住民 他們的信仰基本上就是石頭 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在這個戲裡面呢 剛剛你們看到這一個人 它就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這個戲開始的時候 它就把石頭帶進來 它就薄過 然後到了後來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演這個戲啊 我們演第一個階段 我們去到日本大地書記 回到美濃 然後我們要再繼續延伸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美濃呢 和蒲裡一樣 這兩個地方都是好山好水的地方 但是呢 在美濃呢 它很諷刺的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小港機場 那個附近是高雄的靈原工業區 但是靈原工業區呢 我們以為說靈原工業區的PM2.5 就是所謂的空空現在霧霾 它是嚴重的 當然它是嚴重的 但是有一些時候呢 如果空氣在飄的時候 美濃的側到的PM2.5 比靈原工業區的嚴重 因為空氣飄的關係 然後他們這個PM2.5 飄到美濃 因為美濃有山 所以就把PM2.5攔下來 然後所以呢 美濃這個很可以讓大家以為 或是讓大家覺得 它有一種理山的境界 理想的地方呢 竟然是有很嚴重的PM2.5 而且是很大的扶持 然後這些事情也出現在 台灣中部的埔里 埔里也是好山好水 以前我們小時候 像我們這個年紀人 我們都講說 這個長得很英俊的 就是柯俊雄 長得很漂亮的 就是他太太 是張美瑤 張美瑤就是 為什麼張美瑤長得很漂亮 因為他從埔里來 那為什麼他從埔里來長得漂亮 因為埔里是好山好水 他從小就是吃好水 就是好水 所以他很漂亮 那這些到後來現在就是 埔里現在也是一種 一一一一一個很大的幌翅 一個神話 因為是受埔里PM2的影響 好 然後 在這個戲裡面 它有一個重要重點 如果你們有看我們那個影片的話 這一個人本身是有基農 然後他在戲裡面 他有一段告白 他告白的內容就是 我們在一起形成戲的過程當中 他寫了一段話 那一段話的內容 就是講他的父親 是喝農料自殺 那喝農料自殺 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狀態下 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在農村裡面常發生的事情 這發生的事情 就是農民本身呢 因為被犧牲 所以呢 他們為了大量生產 所以他們就開始相信農藥 但是他們相信農藥 他們要去買農藥來餵養農田 但到後來很多的時候 他們種出來的田並沒有 因此能夠餵養他們 你們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農民在很多的時候 到後來他們自殺的原因是 他們乾脆就把農藥喝下去 因為他們要花很多的錢 去買這個農藥 但是這個農藥 沒有辦法讓他們取得更好的生產 其實可能大家不會去很理解 搞不好你們可能都會以為說 那老農民他喝農藥是因為 是因為他找不到其他自殺的方式 其實他對那個農藥他有非常多德 就是他是很複雜的 因為他是很貴的 但是我要花那麼多錢去買這個農藥 但是我以為人家告訴我說 我灑這個農藥下去我就能夠豐收 但是沒有讓我的米價那麼少 那讓我還是沒辦法生存 那很苦悶的狀態下 所以他的父親是很安慰 當然他又有另一個增長 他是反對他父親 因為他像他父親那樣的相親 有很多人沒有自殺 但是父老都因為農藥而得癌症 所以這個是文明帶給農民 一個非常殘酷的謀殺 我認為 然後這個文明永遠都在解釋說 他們能夠怎麼樣帶給這個土地更多的豐收 他這件事情不只是以前發生在台灣 現在在印度非常嚴重 印度很多人因為那個 他們要去孟山都買那個種子 你們叫孟山都嗎 就是那個基改 對不對 然後你沒有叫他買 你叫他買的話 你買種子的話 因為他那個是基改的 他什麼 他什麼樣的農 那個農害都沒有 所以他可以生長很多 你可以豐收 但是有很多農民呢 他買了他的基改的這個秧苗回來以後 他沒有辦法付他的債 就是你要買他的秧苗 也要買他的農藥 他的農藥 他自己發明的秧苗是沒有後代的 你知道孟山都 那個沒有後代的 我們一般就是說 我有齒 他現在發那個稻米給人家 你要發稻米給人家 就是說他現在 我們一般的概率就是你有齒 所以你會長出苗 但是孟山都那個基改是 他不會有齒 他沒有後代的 他現在長了這一代以後 他就又透過他的科技的方式 他就又去受造出另外一種秧苗 你要向他買非常貴 然後他種下去以後 他透過你向他買他的農藥 他可以殺掉那個 在他的農品裡面該殺的土地裡面的蟲 但是不會殺掉他那個秧苗 OK 全部都是他設計的 然後很多農民在印度 他們因為欠那個孟山公 就每年的那自殺非常大 就是喝那個農藥 因為他已經破產 這個是現在才發生的事情 好 這件事情是這個故事裡面值得和大家分享 還有另外一個儀式性的事情 就是我們演完了以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我們這個儀式 和這一個觀眾共同 有一個時刻 大家也參與這個演出以後的儀式 所以他發完名以後 我們就透過角色把大家帶到這個舞台上來 牽一個紅繩 然後做一些儀式性的事情 然後這個C才做一個結束這樣子 我呢 我可以和大家報告的先到這邊 然後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25分鐘 是喔 其實我們可以來討論 或者說的話 這個接下來當然是另外 這個禮山在另外的地方的開展 他有非常多的不一樣的開展 但是呢 這個大概就是第一階段 我剛剛和大家講 大概是第一階段 然後呢 我們可以有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有一些討論以後呢 大家呢 呃 就是 我們再來 有直接的話 再來進行 接下來 可以 再展開這一個計畫 他怎麼樣 在別的地方 產生什麼 效應 他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討論的事情 可以提問來聽聽 請 嗯 我有幾個問題 然後我先 一點點理一下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比如說 像現在 你做的這樣一種 小劇場 或者是 走入社區的這樣一種 就是 戲劇的方式 跟傳統的戲劇很不一樣 就是 傳統的戲劇其實 我覺得它會比較像所謂虛構文學 那它是要去 虛構式的東西 去表現出一個 更大的議題的 然後那在這一方面 就是 您覺得 戲劇本身 是一種 參與嗎 還是 就是 你會 會注意說 就是這樣一個作 它有一個作品 然後這個作品 會有保留 或者這樣的一個 呃 就是 就是 你會在一些方面 然後就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 我們今天回答 我的音樂考 好 您是 您是從大陸來 哪一省啊 我是 山西人 山西人 好 是這樣 當然我們現在 就是 我想我了解你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們 展開的是一個 泛稱為民眾戲劇 然後這個泛稱為民眾戲劇 他的來源 他的來源 他比較多的來源 來自於說 在上個世紀的 在法國 1968年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就這個月 有一個很龐大的 這一個學生運動 那個大概是 所謂的西方的新左派 重新開始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所謂的六八運動 然後大概在這一個 六八運動的前後 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很多的 搞劇場的人 他們展開了這個 民眾戲劇的這一個 這個文化的表現 然後這個文化表現的重要重點 他有一部分是在反思這個 從蘇聯 這是某一個部分 在中共的 所謂的社會主義官僚化以後的問題 本來社會主義是一個 革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但是革命成功以後 變成了官僚化的這個問題 這個在蘇聯出現過 在中國也有它的 諸多不一樣的困難 然後在六八的這個學院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在反思說 按我們怎麼樣去反思這個社會主義的 觀念化的問題 然後同時呢 有另一個重點 是對於當時的 1970年代左右 60年代末期的全球的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 一個新的一波的抗爭 和這個反省 所以就有六八年 這個新的主義的運動 然後那個民眾戲劇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他就有一個主張 他基本上還是比較主張 就是劇場呢 就一個左翼的 或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思維底下 文化是一種共同生產 就是文化呢 不是一個建構在個人的 這一個所謂的聲明 或是藝術家的成就上面來思考 那我們比較是這樣的思維的人 就是我們在台灣 開始展開民眾戲劇的時候 像我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比較連結到八零年代 在台灣還有社會運動 在社會運動的空間底下 雖然主流的 並不是左翼的運動 台灣的社會運動 基本上八零年代 就是現在民進黨 不要看國民黨 一直到現在那個戲碼都沒改變 無聊都給 一天到晚談的就是什麼 統獨啊什麼的 從來沒有人在 很多人以為說民進黨是左派 國民黨是右派 另外一個大的豐富的笑話 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在當時還有一些空間 那我們當時也就比較能夠這樣子思維這些事情 那當然這裡越來越淡保 但是在世界上是一樣的 包括台灣在內 已經有越來越多那些人 但根本搞不清楚什麼叫左派 想到左派的時候 這是共產黨 共產黨就是獨裁的 獨裁就是壞的 大概就馬上反中 這是另一個一定 然後呢 我要講的大概就是 我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 重要的重點大概就是 因為共同的這個想法 所以參與很重要 所以參與的重要性就是說 譬如說李珊 它也形成一個劇本 但是呢 它的這個劇本呢 是我先帶著一個理念 物事大綱 然後呢 去到了美濃以後 和這些參與的人共同去形成的 所以他們是演員 但是他們並不是在演這個劇本的一個棋子 他們是過程當中 我們也共同討論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向他們講說 現在這個故事呢 這個水箱的故事 它有一個大綱 然後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如果連結這個古花鎮 那它應該有春夏秋冬四種水 因為這個水是我們在故事的重點 但是我們的古花鎮有春夏秋冬 所以它有四種水 所以我就希望說 你們用你們身體表達四種水 那他們就會即興了 然後呢 他們表達這個不一樣的四種水了以後 我們就去把它整理到我們的劇本裡面 所以它比較接近一個 它有一個作品 但是它比較靠近一種共同的集體重組 所以它是更有一種參與感 就是 我們還有 這次之下還有很多問題 就是 那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種戲劇形式 它 可能它跟傳統的戲劇相比 它是 就是擺脫了一個單一舞台的那樣一個形式 然後去走到一個更大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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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當中 然後那 本身它 但是它又跟所謂 就是你剛才有提到 就比如說像地方廟會 或者說像 傳統的 就是 宗教場所 研發出來的那樣一種戲劇表演 就是 或者是那樣一種宗教性的表演 就是 它本身其實 還是有機遇很多 呃 怎麼說呢 就是 那個宗教內部的一些表達的 這樣一個形式 就是 那你們會覺得 就是 你們會找這兩者之間的 平衡點嗎 或者說 怎麼說呢 就是 像所謂 就像地方廟會 它不是演給 像你說的 它不是演給人看 它是演給誰看 但是 呃 就是 嗯 就是 作為戲劇 或者這樣一個狀態 它 在 進入到那樣一個 呃 不管說田野 或者進入到你的表演場域裡面的時候 那 你可以怎麼樣跟觀眾 達到那樣一個狀態 因為傳統 觀眾是被 就像你說 觀眾是被迫接受 但是它可以建立起來一個很強的連結 但是現在 就 那個 那個場域的 那樣一個概念 減弱了之後 但是它又沒有傳統 就是 宗教場所的那樣一個原本的很強烈的框架 那它又怎麼去契合到那個新的這樣一個概念上 好 你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很關鍵 然後 將來它會變成你們研究的時候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這敏感的問題怎麼說呢 就在台灣也有很多討論 舉例來說 譬如說 譬如說在台灣有一個搞戲劇的人 他們在團統戲劇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想要把儀式的東西放進表演藝術裡面 然後這時候他們會邀這個所謂的地方的祈禱來 然後呢 有一些事情會被批評 意思是你去邀一個地方的祈禱來 然後你想要立即去取得那個 那一個宗教它的成果 在於你的學術研究上 那這個是曾經引起的討論 那為什麼引起這個討論很簡單的呢 就是說 知識分子怎麼樣去和民間做一種 做一種對話性的關係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些庶民他們流傳了數百年 那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現在我們把它轉成為一種知識所需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取得其成果而已 我們和他們的生命 產生了什麼樣的對話關係嗎 那這個是一個重點 然後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去轉化 因為在做這一個儀式的時候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剛剛我那天和那些謝老師也有看 譬如說你們所熟悉的去到西港 他們很多的儀式譬如說直到現在 譬如說他們很多的廟宵 他們要為了儀式 他們是聚集的表演的 你要讓他們表演 他們會生氣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儀式是為了神聖性 它才會出現 怎麼可以是拿來愉悅觀眾呢 對不對 那這裡面就會出現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們那個想法 我們應該尊重 但是這個尊重不意味著說 它是不能夠被轉化 但是我們要轉化的時候 我們要說清楚 不要和人家講的 就是說 舉例來說 我正正的戲裡面 我同來提到古花症的時候 我就會去講說 它是我們怎麼轉化它 我們不是在演古花症 如果你在像人家講說 你在演古花症本身 那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 你在演八家將 那是個大問題 你在演羅系 那個本身也是個大問題 羅系就是他們本來在儀式裡面 他們會演的 那我們可以去轉化 那我們怎麼轉化 這個就是一個 因為它主要還是一個劇場 那在這個劇場的前提下 它怎麼樣 所以說 我們就要把議題放進來 比如說在儀式裡面 它可能是透過一種精神的傳達 它不需要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應該要演給人看 要和觀眾討論地窮老化的問題 農業污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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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故事編進來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故事編進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戲劇 那它是透過戲劇的方式 去和觀眾產生影響 那它影響有一個很重要重點 就是大家看這個Site Specific Art 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在最近的十年來 就是所謂的地景藝術裡面 一個新的名詞 那它因為大地數距離而出現 它又特別的受到重視 我們可以翻成為即時即景 就是Site Specific 意思就是說呢 它是不破壞地景的藝術 所以現在呢 舉例來說 譬如說現在越來越多公共藝術 包括在台灣在內 大家會掀起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公共藝術 它會出現在我們的地景上 但是那個地景和 那個公共藝術和這個地景 根本就不和諧 那這個都通常被人家很多討論 那其實這種討論呢 本來 這個本來在很多的民眾 意思也就是說 它這個是我生活的空間 它就能感受到嗎 但是以前呢 就是把藝術家當作說 它很特別 它很偉大 所以就是要讓它好像破壞地景 但是現在這些事情就漸漸被討論 所以因為有我們現在的地景 我們現在的藝術應該和地景 產生連結和諧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通過這個概念去做我們的藝術 這樣我會答你 可以聊一聊天 會一定要感受 對不對 或是你剛剛的一些感受 聊一下那個就是參與 就是儀式本身通常會有一些作用 那我就聊一下 比方說參與的人跟表演跟當地的人 他們可以在 就是說在這整個過程 因為有的時候這過程很長 對 有獲得什麼樣的轉化 就比方說羅元宏那個人 我覺得他好像改變很大 就是透過這個參與 或者個人的生命 或者是他什麼改變 老師會不會談一下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每一個人得到的那種轉化是怎麼樣 就那個劇場 特別是這個民眾的戲劇 或是說在社區的戲劇 或是教育的戲劇 或是說在社區的戲劇 它會奪重的重點 重點就是社區 現在在社區工作裡面 非常的這一個普遍的名詞 叫做賠利 就是empowerment這個事情 那在empowerment這個事情 那在empowerment這個事情就是說 那我怎麼樣通過一件事情 所以我因此被賠利了 然後我這個被賠利不是因為我被教導 所以我有利 而是這個我自己透過我的體驗 我有了利 那戲劇通常能夠產生這種效果 那這個效果就分區分為 剛剛謝老師講的 就是它有內部性和外部性 那內部性我還要透過 因為透過這個李山這件事情 它會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是透過一個過程去形成這個戲 所以參加的人呢 他是在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他用他的身體表達 他同時他也拋出來他的家鄉的境 過去受污染的狀態啊 他為什麼現在要做有機農呢 他做有機農 他預算的狀態是什麼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把他的議題 他的生活的促進拋出來 參加的其他人也因為他拋出來的議題 而受到一些學習嘛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變得很可貴 所以說呢 像羅 這個 譬如說這個這一演員羅雁宏他們 他們 譬如還有其他演員 他們受到這個賠利的 機會都比較大 可能性比較高 但是相 就是這一件事 通常我們在劇場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給予觀眾 但是給予觀眾的時候 就有一種另外一種一些方式 舉例來說 譬如說 在戲劇裡面的時候 透過有一種戲劇 其實叫論壇劇場 他戲演的演 然後讓觀眾能參與 然後觀眾也因此能夠 對那個議題 譬如說 譬如說 勞工的議題 新移民的議題 透過那個議題 觀眾也能夠理解 他怎麼樣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他怎麼樣面對那個議題 那樣子的話 觀眾也因此能夠得到所謂賠利 那這個戲的話 和觀眾的連結 因為他和儀式比較有關聯 所以他和觀眾的連結 大體上是比較體驗式的 他們最後大家都拉一個紅繩 然後大家做一個儀式 然後大家才回家 然後大家手上拿著的人民 是這個有機的民 然後這個有機的民 是透過這個戲裡面的 有一個有機農民 他的先入歷程 而自己撞出來的民 類似這樣 所以說他是一個比較心入歷程的 觀眾而言是一個比較 在一個儀式性的感受裡面 然後結束 老師 我先謝謝老師的那個演講 因為裡面有滿多元素 就是有讓我在寫論文過程 就是有得到一個很棒的支持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參加就是寫宗教戲劇 就是我本身就是參與者 然後但是他的那個觀念就是一般我們在傳統戲劇 或不是說傳統戲劇 應該說是 就是表演式的戲劇 它是觀念上是不一樣的 但他跟林真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包含這個參與 還有就是說 因為老師你剛剛有提到一個 也是我論文的重點就是 當我們在講到比如說演發家這樣 老師剛剛去理會演魔戲 或是說我們在演這個宗教戲劇的時候 當我們這個詞彙一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不符合那個劇場本身 甚至他不叫劇場 就是他不願意被當作是他在表演 所以我在英文翻譯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Performance這個詞 那我目前還在尋找一個 比較實際的一個英文用字 當然這個目的是為了要去更好的詮釋 但是老師剛剛講到了滿多都是 就是說我的想法上跟老師有很多的交集 那我想要先請問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聊得很大 就是說老師怎麼可以做一個自我的比較 就是說比如說跟當代 比如說當代台灣的一個戲劇 一個代表比如說雲門 那老師怎麼去看待說 您的這個戲劇的理念 或不一定要戲劇 就是你怎麼跟雲門做一個對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跟我們比較熟悉的 比如說符文學的方式 例如說京劇啊 歌仔戲啊 這一類的戲劇觀就是說老師有沒有做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您怎麼心中怎麼跟他們做一些對話 大概先問到這裡 謝謝老師 好 這位同學呢 剛剛提出來大概有兩個介面 就是說我們舉例而已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做這些對比的話 那我們大體上也可以從一種 我說社會學吧 裡面去區分出來 比如說在台灣開始八零年代 有所謂小技巧運動的時候 我們大體上從八零年代 上個世紀到現在 我們會去在社會學上 會去比較區分就是主流 主流和非主流 那主流和非主流呢 如果我們用一種所謂道德啊 要把價值觀來判斷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意思也就是說 不必用道德觀來判的 但是它是有價值不一樣的去向 然後這個不一樣就代於說 舉例來說 比如說你剛剛聊到雲門呢 他們整個的發展裡面 基本上就是它是一個 比較在台灣的一個主流的這一個劇場 或是舞蹈或是表演藝術裡面的一個範疇 那這個範疇呢 它比較照顧到了一個主流市場 或者比較照顧到了一個所謂大的 這一種環境空間的劇場的概念 然後非主流的 比如說像小劇場 或是叫民眾戲劇 它基本上就建構在一個 比較小的空間裡面的 和演員或是戲劇空間 和觀眾比較能靠近的這個範疇裡面 怎麼樣去思考這個表演藝術的 這一個需要的一個狀態下 然後另一個重點大概就是說 你剛剛講到的一個歌仔戲 或是其他的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一般在劇場裡面 我們會講現代戲劇 叫傳統戲劇或是戲劇 那傳統戲劇當然 譬如說客家戲 什麼玉劇 什麼歌仔戲 什麼京劇 它每一個 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傳統的範疇 對 那這個在台灣 基本上也都有這些劇種 是 然後這個有一點類比的話 就是譬如說他們 他們透過聲斷和唱腔 要做很久的訓練 然後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 劇烈演客家戲 他們在戲劇裡面 也加入了一些現代的元素 但是那個和現代戲劇在出發點上 譬如說你在構思一個劇本上面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思考一個演員在舞台上的身體元素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狀態 嗯 對 大概是誰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還有沒有拿其他的問題 我先想探討一下聲音和劇場的關係 對 對 就是剛剛沒有提到那個 就是那個陣頭 對 然後中間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打鼓 對 古花陣頭 對 古花陣 對 然後 嗯 古其實就是在儀式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然後像 嗯 我們在看那個道教儀式的時候 其實 嗯 那些道士會跟我說 儀式的那個靈魂的脈動 那種掌握在後場的鼓上面 對 對 然後我想請問老師 就是對於在那個劇場裡面的鼓 各式聲音 嗯 就是有 看整個劇的表現 就是沒有怎麼樣的想法 OK 好 嗯 特別是這一種 所謂的 譬如說 這個 以這個禮三為例 因為 當我們想到劇場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 有一些戶外 比如它是戶外 然後 譬如說 一般的話 就是在劇院裡面 那在劇院裡面的環境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經過修飾和控制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在那裡面的時候 我們在運用這個聲音的時候 當然它是透過很多的技術 譬如說 音控的這個技術 去達成那個效果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如果我們是在 譬如說 《回教理山》這個系的 它在戶外的時候 的確 它得透過很多的 譬如說 我們透過鼓的這個方式 它在做那個 譬如說 Sign之外 所謂的Sign就是好 所謂的就是Q 譬如說 演人家出發了 譬如說 這個戲裡面 它有采監 然後我舉個例子而已 譬如說 我們去大地書記的時候 然後我們演的時候 是在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我們選擇一個 只有十戶農家的 一個 血山村 然後他們那個農民 他們 他們那個農村 總結他們那個農村 總共就十個十戶人家 然後其他都是田 然後日本的那個農家 大概非常的安靜、乾淨 然後就是季節鮮明 特別在月後期 譬如說你在夏天的時候 它叫做綠油有一片 冬天的時候 白茫茫一片 那這些季節呢 都會給我們一些感受 那這些感受讓我們在 譬如說我們在採集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採集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舞台在這邊 然後我們採集在很遠的地方來 然後所以它當然要從鼓聲開始 那演員準備也吸引觀眾 然後它開始進來 然後但是呢 你會越來越發現這個鼓聲 它越靠近這個表演的場域 透過這個採接 它越在塑造一種神聖場域 好像它都透過這個聲音 最後要把這個神聖場域給回到天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日本那個表演裡面 譬如說我們 我們透過鼓聲 也透過那個羅 但是呢 我們在表演的 我們在表演的場合的時候 就會自然 如果你們有看那個日本的表演的 那一個演片的話 你會不斷的聽到那個蠶 很像鳥嘛 對 因為它那個樹年裡面有很多的蠶 那他們那個蠶是很大聲 和台灣那個 不太一樣 很大聲 他們那個蠶就好像飛過去這樣 然後呢 那些聲音就變成了我們 就說我們 因為那個東西 那個自然的聲音是你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而且你在自然的環境裡面 你把自然的聲音去除掉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要不你就不要選擇在自然的空間裡面表演 就像我們現在在 譬如說我們現在搭了一個帳篷 然後我們又在裡面要演 然後我們萬一遇上雨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遇上雨的狀況 涵蓋進來 那涵蓋進來 那涵蓋進來 怎麼涵蓋進來 就是因為觀眾會聽到演員的聲音嘛 然後演員就要拼命的 怎麼樣和那個雨產生關聯或對抗的狀態下 讓觀眾仍然能夠聽到 雖然觀眾有一些 因為受干擾而沒聽到 但是如果他看到這個演員 他不斷地在想要讓觀眾聽到 而對抗聲音的時候 他的身體就會碰觸到觀眾 表演就是 表演如果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他就和儀式有大關聯 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在一個 我們是在一個和人和山川 或者是和一個靈在產生關聯 我們不是在一個 我們已經訓練好的 完全外在因素都被排除的 安全的地方演奏交響樂 給那個觀眾聽 所以這個時候表演 他就在另一個狀態 所以那個時候聲音 他就會主要說 比如說 我們會覺得那一個 他出現那個聲音 他有一些干擾 但是你就看你怎麼去體驗 那個聲音和你鼓的連結的時候 他會呈生一種神聖的感覺 那個經驗感覺 就剛講到那個表演藝術 就是跟時間和空間的一種沒有關係 然後我的論文很多 有一些片 Model在思考 那個一個 影視劇場空間那個聲音 他的角色 有時候我發現它會把一種時間感 換到地景藝術的空間感裡面 所以它就是在聲音在時空的運用上 就是我注意到它有它的特徵 這個是很可以被發現的 然後呢其中有一個重要重點就是說 我相信聲音是一個 因為譬如說 舉例來說聲音然後光線 光線大概就是我們在室內 我們當然就是透過燈光 我們要塑造氛圍 但是我們在戶外的時候 我們的光線出現 是輔助觀眾去看到舞台上發生的事 如果是晚上要演的話 然後我們從黃昏演到晚上 我們用火把或是用自然的光 或是用人造的光 它的感受也不一樣 所以這些都是有輔助作用 對 那聲音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呢 又是回到最遠出 就是戲劇就是時空 比如說我們在戲劇裡面 所以我們要去創造一個空間出來 這個是要演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演的時候 我們會有故事 我們故事是從紫月 這個是發生在古老古老的時候 然後這個古老古老的時候 當日子被帶進來的時候 就有時間 古老古老的時候 這一個呂蛙 她忽然間穿著一個什麼迷你裙 出現在東京的什麼地鐵 隨便講 這個所謂的 現在很多的這種跨時空的表演 你也可以這樣講 你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女娃 她是一個女神 但是她因為看不慣這個 看不慣現在地球暖化 所以她到了東京地鐵的時候 她穿了一個迷你裙出現 你也可以這樣講 但是這裡面就有時間 那時間 時間所帶來在這個空間裡面的表演 她永遠都希望和觀眾產生一種言歹 那聲音就是輔助這一個時間的故事 能夠被呈現出來的動態 就是剛才你順著問 就是老師剛剛提到那種 聲音它的塑造一個神聖場 或者神聖感 就是你這一個神聖感 跟就是 就是我看到是在不同的地方 也採用不同的方式 比方說在美濃 是用那個中壹和華的那個場地 在日本那邊是用神聖 他們用一個場地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中間 然後在美濃 它是不是跟國公有一個觀念 對 然後在日本是不是跟當地的中壹 跟神有一個觀念 是的 那就是這個中間老師 怎麼去運用生意跟空間 還有那個場地的那個當地信仰的那個靈 好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當然我們基本上是在搞戲劇 然後就所謂的對於這個信仰或是靈的這個事情 這個對於搞戲劇的人來說的話 特別是搞 就是你做的戲劇和疑似著這些事情 有關聯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容易產生年代的一件事 譬如說我們演戲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進場 然後我們要拜拜 那一定是這樣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演戲的時候 然後會有靈來的這件事 就是表演的人都會相信的事 好 然後這件事情當然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到 我們在美濃的時候 譬如說在演伯宮那些 因為我們決定把這個演出放進來 然後有一天我就像那個演員 他演伯宮那個演員 他本來是一個日本單位算生的演員 然後我就帶他到美濃去 然後有一個像我大家在排練的時候 我就請他去 我給他一個那個 我說你帶了一個筆記本 然後我帶你去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佛宮的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 他帶一個那個樹下 百年的那個芒果樹下 然後他是像一個佛宮的 然後他本身這一個演員 他本身也是一個建築師 所以我就請他帶一個sketch 然後他去那邊 然後他在那邊待三個小時 然後待三個小時 他就畫了sketch 回來 然後他唯一的感受就是說 那個重要的目的 那個我們有跟我們演員 要做一些田調的 就是去觀察的重要 然後我覺得那一次的田調的觀察 比較接近他和靈的那一種體驗 然後到日本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四個地方 四個不一樣的空間就有了 所以舉例來說那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出國比較遠的時候 你一定要壓縮 你人多的時候一定要壓縮空間 譬如說我們這個一隊人馬 然後你去到日本 然後日本是一個很貴的地方 然後石和樹你都一定要壓縮 然後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幾乎就是 我們去到了第一天 我們就要去做場刊 然後第二天呢 我們就要決定順序 然後第三天開始 你就要去不一樣就要演 然後因為我們四個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幾乎每天呢 就是一早我們就出門 去到那個地方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們有一天去的是一個神社 然後這個神社和前一天的那個社區的 平面的地方不一樣 它是一個立體的一個 它有一個很高潛的神社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得去先 和那個神社的地方 它產生這個空間的走位關係 然後走位關係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個戲本身 它既有祭司也有 也有那一個 也有那個波波 然後就會 這裡面自然演員們就會去 有一些體驗 好像和在地的這一些 靈異的感覺 有一些 有一些互動往來的 那些事也自然 並不是沒有發生 譬如說我們在那個神社的時候 演的時候就 還記得吧 是怎麼樣 這個柏公後來是不是一直都 就是他有帶一個石頭進來 但是呢 他在演的時候把他帶進來 但是演完了以後 大家都一直在找那個 他帶進來的石頭 找到在哪裡去 然後後來才在另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本來他不應該 是放在那個地方的地方 找到一個類似的石頭 類似這樣的一個 所以說 如果我們在透過 我們稱之為田野的過程當中 也和這一個 在地的環境 或是儀式 產生了某些觀念 好 那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那個老師下午一點 還有行程 就這個 我們今天的分享 討論就到這個 然後我們也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你們的老師 好 謝謝 好 很佩 等一下很佩話 好 謝謝 我們同學 對 很佩服 謝謝 好 我們再次感謝 謝謝 對 對 太棒了 因為中小老師他非常謙卑 就是跟他聯絡的過程 他都很親切 然後馬上就答應了 對啊 非常感謝 可以這麼感激 非常感動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課程就到這邊好了 後續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可以再跟鍾小老師那個財視劇團的 電視相關的訊息可以 可以進行 然後我現在看看怎麼會弄